而华联市公所在这一次的表扬大会当中呢 也保持着过去的优秀成绩 在执行调解业务考核的部分 今年依旧荣获全县的第一名 那么其中调解委员会 共15人获得县长奖 那么市长渭嘉贤也特别来出席 而向获奖的同仁献花致意来恭喜他们 华联市长渭嘉贤亲自把一朵朵花束 献给获奖同仁场面超温馨 花莲市公所在这次的111年度 特由纯里长及优调解委员名证人员 即调解业务考核及优公所表扬大会当中 保持着过去的优秀成绩 在执行调解业务考核的部分 依旧荣获全县第一名 其中调解委员会共有15人获得县长奖 那在花莲市的部分 得到全县的一个调解 第一名的一个荣耀 那我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调解委员 那我们总共15位调解委员 也获得了基屋调解委员的一个奖项 那再来就是里长的部分 那我们要谢谢我们非常多位的里长 过去默默的为邻里之间付出 那特别要谢谢这一次 有获得奖项的黄东康里长 跟张东耀里长 那未来我们也持续的来支持 各项业务的发展 那也谢谢我们过去的调解委员 在调解的部分的一个尽心激励 也减少非常多的一个民间纠纷 那也减少了法院的一个诉讼案件 在此要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的 把相关的调解业务 还有邻里的市政做好 那让所有的乡亲民众能够更满意 市长维嘉贤也指出 为民服务要将心比心 这是公部门任何单位 从业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乡镇市长也跟村里长一样 站在民众的角度来提供协助 恭喜花莲市这次获奖的人员 而公所也会持续提供 优质的服务内容及态度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